欢迎来到美厅 人生建议,宁可与狼共舞,也别与狗为伴 作家刘烨在书中讲过一个故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西部山区 一个农户在耕作时发现了一匹受伤的野狼倒在田边 农户见他可怜,就把他带回家中,包扎了伤口 起初,这匹狼总是一副生人物尽的模样 村里有狗在追逐嬉戏,他也从不参与 时间一久,他慢慢放下了警惕之心 不自觉地混入了狗群中 他开始像其他狗一样等着农户喂食 为了讨好农户,他甚至学会了翻肚皮,咬尾巴 后来即便伤势恢复 他还是选择留在农户家中过上安逸的生活 几年后,农户一家外出打工 这匹狼自此无人喂养,只得四处流浪 此时的他已然丧失了捕猎能力 每次只能任由猎物逃走 最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饿死在山中 正是因为长期和狗私混,狼失去了原本的野性与本领 这才不幸惨死 其实于人而言,也是如此 一个人走下坡路,大多是从混迹低质量圈子开始的 在狐朋狗友的圈子中,你感受到的只有沉沦与享乐 受其影响,你也会变得贪图安逸 最终导致人生碌碌无为 正如曾国藩所说 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嫌否 所以与人交往 宁可与狼共舞,也别与狗为伴 给大家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来自知名心理咨询师舒亚分享的案例 有一位咨询者小李,出身农村,父母都是文盲 但他从小就特别懂事,学习非常用功,顺利考入高校 大学毕业,在父母的要求下 他回到本地县城一家私企上班 起初他干尽满满,想着尽快提升工作能力,做出一番成绩 谁料入职一段时间后 他认识了几位职场经验丰富的老同事 其他人在埋头做方案 老同事教他怎么默于消磨时间 旁人利用下班时间钻研行业知识 他们找个大排档聚在一起吹牛,喝酒,打牌 期间,女友曾不止一次劝他多把心思花在工作上 可一到公司,看到几位老同事抽烟,聊八卦,他忍不住就凑了上去 小李整日跟这些人黏在一起找乐子,对手头业务敷衍了事 结果工作好几年毫无业绩,连女友也一气之下提了分手 原本一个前途光明的高材生就这样把日子过得一地鸡毛 第二个故事是罗永浩直播中自述的早期经历 16岁的时候,罗永浩高中辍学北漂认识了一帮酒肉朋友 这些人不学无数,四处摆地摊,倒卖药材,撕客光碟,贩卖走私车 就这样,尚未成年的罗永浩也跟着做起倒买倒卖的灰色生意 然而他走南闯北,在外混了近十年,依旧一事无成 就在他心灰意冷的时候,他碰见了正在北京创业的老乡李孝来 看着李孝来费寝忘食的工作,大把大把地赚钱 罗永浩打心底,被震惊到了 他不再跟人鬼混,不再投机倒把 而是跟着李孝来读书学习,填补知识空缺 没多久,他听说新东方招聘英语教师,能挣百万年薪 年近三十,高中一夜的罗永浩在李孝来的支持下 决心重拾英语 在没日没夜苦学三个月英语后,他成功应聘新东方的讲师 此后,他又钻研教学方式,开发出幽默风趣的授课风格 短短两年间,罗永浩就被评为金牌讲师,年入百万 不难发现,上面两个故事主人公命运轨迹的变化 小李从高财生到职场混子,是从结交一群老油条同事开始的 罗永浩从街头小贩逆袭为金牌讲师,只是因为与学霸李孝来的重逢 这恰恰印证了网上的那句话 优秀的朋友会带你飞,低劣的朋友只会把你带到垃圾堆 你天赋再好,却整日跟不思进取的人私混,路只会越走越窄 相反,若是你走进精英者的圈子,你的运气就会越来越好 博主王正是深圳一家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年入百万 很多客户都夸他年轻有为,却不知高中时的他还是一名网瘾少年 对于这巨大的反差,王正解释道 是我的大学室友,改变了我的一生 原来高考后,他花大价钱通过中外合作办学进了一所重点大学 幸运的是,他被分到一个学霸寝室 起初他曾邀请室友开黑游戏,没想到他们却纷纷拒绝,并表示要去图书馆 每天看着室友们埋头研习功课的身影,他对游戏也慢慢失去了兴趣 为了跟室友搭上班,他开始放下游戏,捧起书本 专业课一节不落,作业认真完成,一有闲暇就办着室友炮图书馆 宿舍浓郁的学习氛围让他情不自禁地全身心投入至学习中 四年后,他成功保研到了本校,并一路读到法学博士 心理学上说,人是唯一能接受暗示的动物 周围人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给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处在优秀的圈子中,你总会不自觉地把目光投向身边人,向他们看齐 同时,他们身上所散发的积极能量,也会熏陶你,感染你 就像韩玉说的,目入而染,不学已能 选对了圈子,你不用刻意学习,也会在耳濡目染下受到影响,变得优秀起来 曾听过一段话,普通人的圈子,谈论的是闲事,赚的是工资,想的是明天 生意人的圈子,谈论的是项目,赚的是利润,想的是下一年 事业人的圈子,谈论的是机会,赚的是财富,想到的是未来和保障 智慧人的圈子,谈论是给予,交流式的奉献,尊道而行,自然富足 你的朋友圈,就是你的认知与生活 只有跟狼一样的强者同行,你才能见到整片草原,拥有更高维的认知 纽约银行总经理莫洛尔,刚工作时,只是法庭的小书记员,每天忙于各类琐碎案件 即便他整整做了十年纪录员,日子却仍旧过得紧巴巴的 谁料想短短两年后,莫洛尔却摇身变为纽约银行高管,实现了财富自由 为什么他能实现人生的大跳跃 其实,莫洛尔只是做对了一件事 在一则商业纠纷案中,他结识了几位财团高管,并和他们处为朋友 在交往中,莫洛尔总能接触到与常人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做事方法 这让混迹于社会底层的他耳目一新,常有开窍顿悟的感觉 所以,他一有机会就去找几位朋友闲聊,从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尽管商业与金融不是他的专业,但为了消化好所听来的消息 他就从头学习新知识,还考取了相关证书 最终,他抓住一次纽约银行的应聘机会,一路坐到银行高管的位置,顺利实现阶级跃迁 贾平妈说,朋友的圈子其实就是你人生的世界 因为人是环境的产物,尽朱者赤,尽末者黑 在与精英阶层的交往中,对方的认知思维会不断启发你的想法智慧 他们的自我约束会不断带领你变得自律 旁人的一举一动都会在无形中撬动你的命运,让你越发优秀 所以,人一旦跨入更高级的圈层,就如同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当你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自然就会一直走上坡路,步步高升 最后,分享一个荷兰物理学家克里斯蒂·安徽庚斯的科学实验让我深受震撼 将32个钟摆放置在桌面上,随手拨动它们 起初,它们呈现出无序摆动的样子,各有各的节奏 几分钟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原本杂乱摆动的32个钟摆,频率完全一致了 它们从各自摆动到同频共振只需几分钟而已 其实,人与人交往也存在共振现象 这些小小的钟摆就像是我们周围的人 你的身边都是狐朋狗友 哪怕你在积极向上,也会逐渐失去上进的动力 当你周围聚集了人杰精英 你自然就会效仿他们处事方式、观念策略变得更加优秀 远离身边低层次的人,学会与强者同行成为更好的自己 订阅美听,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